不 不 萧炎发出歇斯底里的嘶吼 自己准备了近五百年才换来的一次机会 若再失败 又要拖延数百年之后 才有机会了 萧炎不甘 谢尊 助我 萧炎嘶吼 他不确定有没有用 不过现在依然别无他法 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 就在这时 一个力量包裹萧炎的意志 那或许不堪一击的意志 瞬间变得坚固 稳定在了百分之二十之后 没有再继续倒退 元神 你注定失败 若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也并非真正的元神 这句肉身 也是你夺舍而来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缓缓地传出 自在和巨型胚胎的意志对话 那又如何 若非是你 我又怎会落到这般境地 一致回答 一致继续传出 莫非这持久忧的名字 是邪尊的真名 持你一族陌落 以示定局 这句元神之虚 让出来吧 不然 你会连最后一丝魂都保不住 声音继续响起 这是黑影传出的声音 持久忧 你将夺胜天赋还与我 这巨元神之虚 依旧归胎胎胎的意志 也是带着不甘和愤怒 痴迷一族 竟然会出现你这颗叛徒 竟然夺设自己族人的天赋 为己用 真是不止 巨型胚胎的意志继续传出 谁告诉你 我是痴迷一族 我承认 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曾夺射过你们痴迷一族 一位老族 没错 他的名字 就叫痴久忧 运气好 不想得到了你们的天赋 我不像你们一样 天生自带强大的天赋 我曾经 不过只是一介凡人 不巧 也是运气好 一不小心 就成了最强 黑影语气极为不屑 听起来真是有些逃打 不过硝烟听来 却是有一种无形的霸道 话音一落后 巨型胚胎的意志再度被压制 硝烟意志继续开始扩散 百分之二十一 百分之二十二 硝烟忽然知道了什么 而后 硝烟便是没有多想 施展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疯狂夺射 巨型胚胎的意志化作嘶吼不断回荡 硝烟此刻已经占据了百分之二十九 更是一股作气 占据了百分之三十 巨型胚胎的所有经脉 近乎全部变成了黑色 散发着属于硝烟的气息 这种程度的占据 在亘古岁月里 无数人欲要夺射于它 但从未有人做到过 在硝烟夺射起百分之三十的瞬间 硝烟的灵魂顿时一阵轰鸣 在这轰鸣之下 硝烟的记忆出现了一幅庞大的画面 画面里是一个巨人 此人之庞大唯有用星辰作为比较 他缓缓地抬起手掌 星球在他掌心 不过只有玩物大小 五指收拢 一颗行星瞬间就被捏成了粉碎 硝烟知晓 这可巨大到他无法理解的存在 或许就是如今他正夺射的巨型胚胎 而这巨型胚胎若是长成 便能够做到一掌碎星辰 但这幅画面 显然是这巨型胚胎的鼎盛时期 而如今的他已然没落 尽管不知谁能重创如此生灵 但他欲要恢复 即便这无数生灵作为公养 依旧难以回到其巅峰 毕竟他已经被夺射 体内并非是他真正的魂 硝烟只是非常短暂地看到这些画面 仅仅如此已经足够震撼消炎 阎神早就应该拧灭在遥远的远古时期 如今已然是最后的血脉了 若留在你手里 再过百万年 恐怕阎神的血脉 将会彻底消失 永远沦为传说 黑影缓缓地说道 试图去劝说 试图让其主动放弃和硝烟的争夺 你休想 我不管它是不是最后的血脉 我已就无法夺射 若我失去它 我就会陨落 我不甘 你休想夺射我 易志发出怒吼嘶笑 他始终没有冷静过 毕竟这是他生死存亡之计 他如何敢怠慢分毫 尊上和我 当年给你了重创 你不可能恢复 被夺射 已成定局 夺射他 若能夺射成功 你或许能够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后面这句话 显然是黑影说给萧嫣听的 萧嫣目露坚毅 心神震荡之间 施展着所有力量 那些不属于他的 属于他的 萧嫣管不了这么多 全部一起上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萧嫣继续占据 与此同时 巨型胚胎发出嘶吼咆哮 黑影的意志保护着萧嫣 但随着嘶吼声 黑影也在颤厉了 似乎 他是要到极限 你这个该死的虫子 就算我重伤 也不是你可以对抗 因为你要么重伤 要么就只是一缕魂 你已经陨落了 只要将你这缕魂抹灭 你将彻底消失 痴迷一作 岂是你能变污的 把夺舍之力还我 黑影每一次 和巨型胚胎 抑制的碰撞对抗中 黑影逐渐薄弱 虽说没有崩散 但也越来越黯淡 萧嫣的意志 在黑影的帮助下 快速覆盖夺舍 他感受到了 不断暗淡的黑影 尽管黑影没有说 但似乎黑影的存在 就是为了这一刻 黑影正在消散 不顾一切 也要为萧嫣挡下 萧嫣心神震荡 自己竟怀疑过他 如果他真的是 邪尊的一缕魂 那么邪尊则是 义无反顾 就是在助他 可明明他是 尊上的转世 这又是为何 三十九 四十二 四十五 萧嫣不断低吼 如今的每一夕时间 都是黑影给他 争取而来 他正在消散 用不了多久 就会彻底消散 为了让萧嫣 夺舍成功 黑影不顾自己 消散与否 可哪怕如此 萧嫣仍旧很难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夺舍成功 如今距离完全夺舍 还足足相差一半之多 巨型胚胎的怒吼不断传出 怒吼是他的意志 他试图冲破黑影的保护 想要直接抹灭萧嫣的意志 但黑影即便薄弱 但仍旧无法攻破 记住 你一定要成功 黑影最后一道声音传出 而后便是爆发出了 他所有的力量 挡在萧嫣意志之前 但似乎也是他最后的力量了 死 死 黑影寸寸崩碎 逐渐消散 只是最后一丝黑影彻底消失 萧嫣知道 黑影不再是他的影子了 他已经付出了一切 黑影消散 萧嫣心神震荡 至今为止 虽然言语之中 未曾表明过黑影的身份 但从诸多细节 已经可以断定 黑影就是邪尊 不过应该只是邪尊的一缕魂 而这一缕魂 却是无形之中 一直以影子的方式存在 当萧嫣遇到危险 那些致命危机的时候 黑影却替代了无法出现的紫辰须灵塔 为萧嫣保驾护航 直至今天 他也依旧为了萧嫣 不惜这缕魂散 也为萧嫣争取了为数不多的时间 萧嫣心生感动 的确 在之前 萧嫣怀疑过黑影存在的理由 无条件地帮助他 总让萧嫣心中多多少少感觉到不安 不过这一刻 黑影的义无反顾 萧嫣不再去怀疑他的目的 无论邪尊如何帮他 但绝对没有半死伤害他的心思 而且一路上都在助他 邪尊和尊上 形式风格截然不同 尊上喜欢先落子 而邪尊则是不同 他则是伴在子旁 没有那么多的算计 只要萧嫣在有难之时 他能助其一臂之力 便是足矣 多谢 萧嫣只能在心中默默感恩 但眼前形势依旧严峻 萧嫣如今仅仅才夺赦了一半 而这一半付出了九万人的意志 灵球的权力 邪尊留给萧嫣的一缕魂 如此强大的力量 也仅仅只能让萧嫣占据了百分之五十 而还有百分之五十 萧嫣不知拿什么去挡 又如何挡得下 随着邪尊这缕魂的消散 巨型胚胎的怒吼回荡 其意志横扫 但占据了百分之五十的萧嫣 不再是一碰就碎 至少拥有了些许力量 不过没有邪尊的帮助 萧嫣所占据的百分之五十 或许无法再继续前进 甚至很快就会被这意志重新占据 届时一切都将功亏一篑 费尽所有 令邪尊一缕魂都为之消散 才让我夺射到一半 可这一半 已经付出了所有 我的一切 这种生灵 我如何能夺射 敲言喃喃 心神震荡的同时 也是升起了绝望 这一刻 似乎无法再前进半步 巨型胚胎强大的意志 也正在袭来 难道 我真的无法成功 难道就这样失败 难道我之前付出了所有努力 这数百年的挣扎准备 都将复制东流 也只能沦为其养分之一吗 灵球为我重伤 邪尊为我消散 九万人的意志 全部崩溃 若我不成功 这九万人灵魂 永远都不会苏醒 所有人难道换来的 是一场令人绝望的宿命 若不能成功 我如何离开此地 若无法离开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还有我的伙伴们 他们谁来守护 或者 他们又会穷其一身 来追寻我的踪迹 萧炎意志出现剧烈的波动 在这一刻 萧炎感觉到一场前所未有的绝望 甚至在这里 他都无法死亡 这一瞬 萧炎察觉到了 自己渺小的可笑 事实让他无法接受 我这一生 皆是溺水行舟 皆是以命搏命 我萧炎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甘心放弃 说我是尊上转世也好 邪尊也罢 营运以我为奇 我无法掌控 戏耍我萧炎于鼓掌 我不甘 萧炎意志传出疯狂的波动 更有惊天的嘶吼 在巨大的身躯之中传荡 嘶吼中 是萧炎对命运的不满 他不屑是什么尊上的转世 他只想守护 可萧炎明白 自己事到如今 一切有可能都是尊上所步步为营 安排的一场棋局 每一步都是在其掌控之中 包括现在也是如此 尊上 若这也是你的安排 你不会让我失败 因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我必须成功 尊上 你在何处 你若再不陷身 我将永生困于此地 我只想守护 为何如此困难 萧炎意志坚定 在这一瞬 萧炎意志再度扩散 50% 再度涨到了55% 看似这5% 却是萧炎真正的权力 邪尊所留下的对抗 彻底被巨型胚胎的意志冲破 随着巨型胚胎意志重新降临 在这经脉之中 迅速扩散 果然如我所料 他也如风消散 没有了他的保护 你也绝对无法夺赦于我 给我滚出这里 巨型胚胎的意志滔天 无数年 想要夺赦他的人不计其数 但却没有一个人 能够占据一半之多 这不是简单的一半 而是他整个身躯 整个经脉血肉的一半 这给了他强烈的威胁 若非邪尊限制于他 就算付出一切代价 都要将萧炎立刻抹杀 不像此刻 他也只能展开自己的力量 重新占据身体 滚 巨型胚胎的意志 直接碰撞在了萧炎已经占据的经脉之上 在这一瞬 不仅是意志上的撞击 而是两者同时占有者的碰撞 轰鸣之声扩散 没有了邪尊 没有了灵球 萧炎的意志显得单薄 还剩下一万人汇聚在一起的意志 但相比之下 显得不堪一击 形容其躺臂挡车 也毫不为过 这一声怒吼 便是让萧炎好不容易在占据的55% 直接退到了50% 萧炎面露争灵 其意志更是疯狂 在这一瞬 萧炎直接选择了燃烧灵魂 一如萧炎的性格 除非命运将他抹灭 否则他不信命 他只要完成他心中所想 脑海之中那些栩栩动人的人们 萧炎还没有为他们报仇 所以萧炎绝不甘心死在这里 或者永生困在这里 萧炎一定要成功 无论如何也要成功 哪怕是死 只要有一丝甚至半丝机会 萧炎都一定要去试一试 一定要去搏一搏 灵魂燃烧 萧炎朝着巨型胚胎的意志 轰然对抗 连续数次的对抗 毫无例外 萧炎节节败退 直接从50%倒退到了45% 这次倒退后 萧炎燃烧灵魂 他的意志也是爆发出了空前的强大 最后一万人的意志也是崩溃而去 只剩下了燃烧灵魂得来的强大意志 在这一瞬 萧炎重新得到主导权 46% 47% 直至48% 到了此刻 萧炎无法继续往前 可巨型胚胎的意志 也无法再让萧炎退后 萧炎的魂 很快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他的魂正在快速消散 燃烧坚持不过百息 萧炎的魂就会完全消散 但这一刻 萧炎的疯狂 已经不在乎任何的后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